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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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們應該多謝尊元才對 方老伯, 你太客氣了 尊元大人, 最後有個請求 不知道能不能幫忙 方先生有甚麼事請說, 不要客氣 當天我師弟林文峰 他雖然是偷運過師貨 但我想他只是一時貪念 所以才會誤入歧途 所以在這裡 希望尊元大人可以考慮提早釋放他 是呀 這樣嗎 尊元大人, 我也知道 要你提早釋放我兒子阿楓真是很困難的 不過你...你奶奶說我, 我是他老爸 我又死了, 都不知道能不能讓他放他出來 好心, 你...好心, 你放他吧 不是這個問題 問題是要提早放人 是要上書中央, 讓中央批准 現在這是法治的社會 做甚麼事都要講求國法 不是我說放就放得了 是呀, 放放放, 你說放屁 說放就放 錦副官 不過各位請放心 既然各位都有這種要求 本尊元破例向中央求一次請 那真是謝謝你, 尊元大人 別客氣, 不是一定行的 不過我會盡力而為 請客氣, 請多吃點吧, 隨便 阿Sir 大人, 趕快吃飽吧 我們小姐的節食減肥 吃得福嘛, 要胖一點才好看 是呀, 像阿Sir那樣對 起碼肌荒腸兩顏一頭五個月 糟糕, 朱元大人糟 糟甚麼糟, 朱元大人沒有糟, 你糟糕 不是呀, 外面有隻巨人的殭屍 死了, 死了, 殺人 朱元大人糟糕 快走呀, 像師 快走呀, 像師 快走呀, 像師 朱元大人糟糕 朱元大人糟糕, 我做了幾十年 還沒見過這麼大佛 我都沒見過 他還穿著金釀龍軒 我們請明給人 方道友 道長, 你們 方道友 我聽聞這裡有隻金釀玉衣的殭屍出現 所以我專程來看看 是呀, 你在那兒 還挺大劍 是呀 大劍還敢打 讓我鐵劍到人來對付他 我也幫忙 年輕人, 你道行不夠 走到那邊去學習 我這裡有 是, 上 是 讓方妖孽永今濫殺無辜 我今天要你粉身碎骨, 領不操身 天神明, 地靈命 黑石黑鎮, 先人降身 神我伯鑽如律地 不行, 我要幫忙 小心 小心 前輩, 前輩 小子 我教你 做天師, 天氣不要作大 不是很容易水收尾 前輩... 天鎖鎖地鎖鎖鎖, 銅木劍斬影韓魔 天鎖鎖地鎖鎖, 銅木劍斬影韓魔 你…你沒事吧? 讓我來對付他 火槍隊第一排 是… 快 花爺只是開槍的蠢材 第二排, 上 是… 撤退 姜少爺, 過來, 我一炮就送你歸世 快笑了… 好, 姜少爺 走, 走, 走 老公, 老妹 情況怎麼樣 郭郭專員大人 死了三十六個, 重傷七十二個 輕傷一百零四個 你快出去, 叫人把屍體集合在一起 請漁民去認屍 是 不知道在哪兒跑出這種東西 不過你放心, 殭屍日下不會出現 晚上呢, 整個過得日不過得夜 好, 專員大人 你好, 你好, 專員 各位 馬魯先生是研究中國道伐兩家的專家 不行, 不行 對了, 這次我沿途聽到的人說 這次這隻金柳玉衣的大殭屍 真的很厲害 何止厲害 他簡直連大豹也不怕 這次真是傷勞根 馬魯先生, 這次全靠你了 甚麼事 甚麼事 那怎麼才能收拾大殭屍呢 據我所知, 茅山這麼多個別派女頭 就只有黃衣茅山專對付殭屍而已 我們只要找到黃衣茅山的天師出馬 就一定可以收拾大殭屍的 方浩先生, 那你認識黃衣茅山的人嗎 認識, 怎麼認識 老實說, 我們就是黃衣茅山的人 那為甚麼你們... 黃衣茅山的確可以對付殭屍的 不過這些都是以前的事 對了, 方浩先生為甚麼會這樣呢 中國人最大的毛病 所有的師父永遠不肯把學的東西 都把徒弟教了 一代失傳一代, 傳傳傳 所有精華都失傳了 那...連對付大殭屍的方法都失傳了 是呀, 那我們這次怎麼樣 我想找到殭屍從哪兒來的 自然可以查得到 可是至於那裡噴不住殭屍 可能會有其他辦法來克制他也不定 是呀, 那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現在就去找吧 朱元大人, 我有個不情之情 甚麼事呢 我想你放了林文鋒 因為現在缺乏人手的時間 多一個人, 多分力量 是呀, 只是假釋 以後這件事成了之後 再認他進去也未遲 朱元大人, 你考慮一下 怎麼樣 這樣 好, 我批准 朱元大人, 要不要請示中央 非常時期, 用非常方法 做人要懂得變通 要不然就一輩子像你那樣做婦 坐不正了, 猛仔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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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說福娘 以前不肯定 你們最多坐牢 但是這次不肯定 隨時的生命也沒有了 已經死了幾十人了 我們別說了 分頭找找吧 好 別跑, 別了, 大哥, 要命了, 大哥, 要命了 我就看到那隻人在這裡出現了 為甚麼你不通知其他人? 已經死了很多人了 我以為沒有人相信 我怎知道要搞成這樣 你要請慢慢看, 我先走了 有了, 這樣吧 我們一個跟一個千萬別走散 去那邊 我心想要給我 快點, 把一個千萬別走 其實很快 這麼快 現在還有一個千萬別 上面有山洞 是呀, 我們上去看看, 好呀 這裡像是殭屍鬥 這裡這麼陰寒, 一定是養屍地 我帶他們去小心點, 來 阿榮 漢朝古墓 漢朝, 原來這麼久, 難怪這麼厲害 我們去看看 來吧 姜文 是呀, 為甚麼他會在這裡呢 我明白了 這個壽心病狼的卑鄙小人 一定是想放在姜思上和我們同歸於盡 靜一是壞人, 生了女人, 死了也來街坊 天下間又有這麼惡毒的人也有 我們到處去看看 你們看看, 姜思不在這裡 在哪兒呢 你們看看 梵文 是呀, 梵文 空媽媽, 空梨梭客 是呀... 老爸, 喜歡甚麼 就是說... 不懂 師公還是教師百讀凡文嗎 這倒不是呀 我們師父沒有這麼偏心的 是你老爸懶, 不肯學 你怎麼這麼懶 爹, 那個卑是說甚麼 我跟一個卑聞上說呢 說這隻殭屍是千年度行的殭屍王 他就是保護這個古墓所有寶藏的守衛者 寶藏?我們還沒見過寶藏 就算有寶藏 也早就被那個姜文搬走了 難道還留給我們嗎 我見過這幾個字 這幾個字 就是太陰天羅陣的叫 是呀 沙哩嚕 是, 金剛發著 是, 還有 撲高鴨, 就是鐵連環 鐵連環 鐵連環, 鐵連環是甚麼 那我也不清楚 按個卑聞說 如果找到這三樣東西 就可以消滅那千年殭屍王 是呀, 我們馬上去找, 快點 慢著...去找, 我想想在哪裡找 山西省開田園 那裡有個破衣茅山老掌門 就知道這個心法了 師兄, 就算山西也好 好, 我們也要去試一試 是呀 那金剛發象在哪裡找到 在鹿盆山龍門寺 這個金剛發象就是他們的鎮字之寶 好, 去找 對 不過鐵連環到底是甚麼呢 師兄, 不要管鐵連環是甚麼 我們先搞定上面的兩件事 那我回去通知尊嚴大人 好 我一看 好極, 找到破解的方法 龍山縣有救了 我們事不宜遲, 兵分兩路找齊幾件事回來 是呀, 速去速回 路上的路費開支 由本願無限量支持 好呀 最重要是快 尊嚴大人 不知道市民的撤退計劃進行得怎麼樣 別提撤退計劃 一個一個勸極都不肯走 還說要組織甚麼錦死隊 跟那隻薑絲王搏鬥 簡直是送死 尊嚴大人, 這很難說的 他們生於師, 長於師 所有身家性命財產都在龍山縣那裡 一時之間要避離鄉別井 實在很難受 可是這樣, 薑絲王這麼厲害 留在這裡跟送死沒甚麼分別 說來說去 現在最重要的是消滅那隻薑絲王 各位, 龍山縣的安危就交給你們了 我們會盡力而為的 兩哥, 路上要小心 阿長, 記住了 如果情勢危急的話 就要馬上離開龍山縣, 知道嗎 知道了, 你放心 有專員和這麼多士兵在這裡 薑絲王沒那麼容易打進來 我送你出去吧, 一定等得很久了 佳恩 葉小姐, 我是來送行的 阿長, 我有些事想跟佳恩說 不如在外面等我吧 佳恩 甚麼事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有個人叫韋若翰嗎 韋若翰? 你忘記了嗎?那就讓他吧 我怎麼會忘記他呢 為甚麼提醒他呢 沒有, 我們在發現薑絲王的古墓裡 找到他的屍體 聶平原衝衰山上喪 這應該是他的下場 是嗎? 佳恩 你要堅強一點 你放心吧 我不會再為他傷心了 阿楠, 你也要堅強一點 為了龍山縣, 你也盡力而為 好嗎? 嗯 你也要堅強一點 爹, 你保佑身體 好 老大, 老大 老大 去吧 沒有, 老大 老大 沒問題 都沒問題 老前輩, 幫忙, 請你告訴我們 你們太陰天來陣 那個陣法怎麼擺放的呢 是呀, 前輩 老前輩, 我們全龍山縣的命都要看你的 我和你們龍山縣三五識七 我為甚麼把祖泉陣發來救你們呢 前輩, 茅山秘泉都是用來祭世符藝 況且, 不得了說一句 你沒有兒沒有女兒, 又沒有泉人 看你的樣子病得五顏六色 不是呀, 你有甚麼三長兩轉的時候 那是呀, 如果失傳, 那有甚麼好處呢 是吧 那也沒甚麼懷處 你們說得對 大夫說我不過得今年 不過這樣, 就算我死了 我也要帶這個陣下去 我都不告訴你們 老前輩, 我知道天羅陣是貴派不存之備 不過我們真是事不得已 才有不情之情 不如這樣吧 我代表龍山縣開個條件給你, 好不好 甚麼條件 如果你肯說出這個陣法呢 我們龍山縣替你立個碑, 建個牌坊 表揚你對我們的功德 同時我們龍山縣對你無限的借意 你們真是肯定了 我是, 我的學道之人不會說假話的 我老道, 老道一生 想不到我臨死的時候 還有人肯替我立牌坊表宮 好, 好了, 老道就破例一次 多謝兩前輩, 多謝兩前輩 不過這樣, 我要有條件 甚麼呢... 先說明了 我要建一個牌坊十丈高 要暈石碑, 金七字 還要建在當下的地方 好, 死老鬼, 死也要免了 行... 你們千萬不要騙我 要不然我死了 也要前輩你們一輩子 不會的, 前輩 你說個陣法給我們聽吧 好, 大陰就即下完望了 好, 你用銅鏡來反射 那遲的人呢, 就這樣 好 等了這麼久, 還沒見人 這幫和尚也算厲害了 莫莉圖 兩位九俠, 銀杜洪洪是本子的主持 熊熊大師 兩位聽說是茅山派的弟子 今天來是不是想借一件事 是呀, 大師 我們來是想借貴子的金光法像 來收回一天千年殭屍的 金光法像是鎮子之寶 怎麼可以隨便借出去打甚麼殭屍的 大師, 你想清楚 這件事是關於龍山縣傳縣的百姓 如果你不肯借的話, 很多人都會沒命的 何況上天也有好生之德 在佛祖面前 難道你忍心看著生靈塗炭 兇即是食, 色即是兇 生即是死, 死即是生 生生死死, 生即是苦難, 死即是解脫 兩位又何必這麼執著呢 那大師, 你不快去死 甚麼?你揍我 你一定有報應的 我會怕嗎?就像你們那樣的人 常常口口聲聲說慈悲為壞 其實每個人都自私自利 枉你們食長齋, 念佛經 根本跟市井之徒沒有分別 豈有此理 貧道不給你一些厲害的 你看看你也不知道 好, 你贏我的 我就假扮烏龜爬山 我贏你的, 你就送上金光法像 豐... 好, 一言為定 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你不能信 我就是想發達一筆武符 來, 去吧 傳武武 幸虧臨出門Alice給我一支手槍 施主, 你似乎出矛招 剛才打的時候 有說過不給我手槍嗎 你... 那你認不認輸 阿楓 大師, 剛才我這位師弟 一時衝動 希望大師多多包行, 對不起 大師, 他只是為了一個人心切 希望大師為了龍山縣的百姓 妄開一面, 當幫幫我吧 佛道本是一家 貧僧又怎會有心留難你呢 只不過... 只不過是甚麼呢, 大師 金剛法杖, 法力無邊 價值不非 大師, 請你放心 我們會好好保管 一用完之後馬上交給你了 好, 貧僧認為是不多多 我們倆可以用名譽來擔保 名譽這件事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的 這樣吧, 你們放下保證金 稍為妥當一點 那銀票收不收 明明約了兩個臭小子在這裡回合 這麼久都不見 師兄, 難道有甚麼阻礙 我想到了 你想到甚麼叫鐵連環 一種拳法 拳法? 你說金剛拳裡面的連環鐵拳? 一定是 既有天羅陣可以 困住師王的行動 又有金剛法杖作為武器 所差的是怎麼消滅他的方法 連環鐵拳這套功夫 一定是這麼用的 據我所知 這套拳是專門打人的死穴 難道他的死門就在那裡? 詳細情形 一定要找到金剛拳譜才知道 金剛拳譜 好, 回來了 老爸, 師父, 師父 師兄 我們也不知道有多厲害 一到龍門寺 和尚自動獻上這支金剛法杖 不知道有多威 作大一點 那真是辛苦你們了 天羅神法我們也找到了 是嗎?那真好, 我們可以回龍山縣了 還欠金剛拳譜 是 他們這麼久還沒回來 不知道有沒有事 放心吧, 沒事的 Alice, 阿Sir 藍哥, 你們回來了 上 藍哥, 興先生 阿Sir, 剛才我們從大街一路走回來 看見很多死屍 專員, 是不是昨晚那隻殭屍王 又出現了 誰知道昨晚, 每晚都是這樣 一天黑就出來殺人 真的沒有他們收的 對了, 現在的法寶找齊了沒有 萬事俱備, 只欠一本拳譜 拳譜? 甚麼拳譜 是金剛拳譜 我們一直走回來 找過所有書店 可是可惜, 我們找不到 那裡有個朋友, Mr.Ellen Loke 他對中國的拳法 極有興趣 而且還收了很多拳譜 我們不妨去他家找找 事不宜遲, 萬老先生 我們現在就去吧 好呀, 好呀 又是九陽神功 還有一本甚麼, 綠蜜神劍 有沒有誇張一點 就你們借中國朋友給我 很便宜的 那個熱根經 我用兩支威士忌換回來 怎麼樣?找到沒有? 看來是舊時候了 沒辦法了, 我想我們去搏一搏 阿嬤, 阿榮呢?還沒見 我已經盡力去找了 好像找不到 小心... 你熟了嗎? 你受不了嗎? 我好, 再上 誰啊? 老闆 我以為是薑屍王 老闆, 這麼怕你還在這裡走 我當然要走, 沒財沒事就走到哪兒了 是, 寶哥哥, 我想找一本書 甚麼書?金平無憶是玉璞團的 不是...拳寶 拳寶甚麼拳寶 金剛拳寶, 金剛 喝喝喝 我好像見過了 幫忙找找, 麻煩了 金剛拳寶, 幫忙... 救命的, 麻煩了 是, 金剛拳寶, 你用這東西吃 用這東西吃 用這東西吃 快點吃 八塊錢 你不貴, 因為我買 不貴...八塊錢, 八十也買 謝謝... 八塊錢 你怎麼買的用這本書? 真的吃了 你們去哪兒呢?他們快要毀命了 高官, 公公... 鐵連環, 我明白了... 阿南, 阿風, 你們聽著 居動師王的死門是深陷阻 還有, 用床廳和發將 打速九下才行 打死門 我們終於消滅了它 好可怕, 死我了 死我了 好可怕, 死我了 好可怕, 死我了 大家乾杯... 乾杯... 薑絲王這麼厲害 都給你們兩個消滅得到 來, 風哥, 藍哥, 乾杯 怎麼不是我找到拳譜 這麼容易消滅的薑絲王 是呀, 最厲害了, 老爸 問甚麼 阿南, 阿南 專員來... 專員 請喝杯 不用客氣, 這次來還有一件事要做 林文鋒, 當天我假釋你 是因為想你幫忙對付薑絲王 現在薑絲王已經消滅了 你也應該回去監房服刑 你怎麼可以再抓阿風 他拼命幫你對付薑絲, 你這樣對他 過分點, 打完真是不開和尚 各位不要緊張 這一封是中央下來的指示 林文鋒因為消滅薑絲王有功 所以提早釋放 好... 還有, 這封是大總統的親筆信 請告目 原來是朱元大人跟我們說笑的 兩位能夠這麼捨己為人 我怎麼會抓這樣一個去坐牢 還有, 我想代表龍山縣 送一份禮物給各位 甘符官 是 龍山縣送給各位天師一份禮物 就在市郊西區一間別墅 有五十畝田那麼寬, 有四十間大房 有游水池 甘符官, 我想你不用再多說了 這份禮物是我們心靈 麻煩你向大家說聲多謝 為甚麼 所謂無功不受錄 可是你們幫龍山縣 消滅了薑絲王 消滅害人的薑絲 是我們茅山派天師的天跡 至於那個一別墅 給我們也沒用 因為我們打算搬回牛皮村住 是呀, 我們準備回去重建牛皮村 到底是我們那個故鄉 我們喜歡那兒的生活多一點 尊元, 我一個請求 請隨便說 我答應胡老先生 跟他建立牌坊 我請尊元你允許這個樂言, 好嗎 當然了, 大丈夫應該言而有信 還有, 替胡老前輩 建立牌坊之餘 我想把各位的名字都加上去 以作紀念 長安小妹, 那個薑絲王 終於被我們收服了 龍山縣總算逃過一場災竭 安仔, 小妹 殺死你們倆的仇人 都已經受到報應了 這對小夫妻再存他有之 她應該明目 我們決定回牛皮村吧 我會陪你 我們會回去重建牛皮村的 土生土長, 有哪兒好得個鄉下呢 不過阿福說不回來 是呀, 我要留在這兒 做好一點生意 不過你放心 我不會再走私漏稅了 因為我未來老婆很兇的 一定不讓我這樣做 是呀, 看你怎麼回事呢? 是呀, 在那兒 有狗病復發了 羅小姐, 有甚麼病 被鬼迷 我沒有鬼, She is my wife 她是我老婆, Don't talk with her, OK? Sorry, 我是世人交會的全教士 希望你們也能入教 是呀, 桑上大德永山 我告訴你, 上帝也好, 阿里吉弟也好 走呀, 我們不信這番鬼的, 走呀 你幹甚麼?我這麼沒禮貌 我告訴你, 以後不准跟紅蘇綠眼的西人說話 不准再穿西服西裙, 不准再看西部 不准再去西餐廳吃西餐廳, 好嗎? 那...准不准吃西瓜? 沒甚麼必要都不好 原長, 你放心 我金副官一定盡心盡意 全心全力地搞好龍山縣 你相信我, 原長, 你相信我 爹, 你不相信金副官, 你相信我 我決定留在這裡陪金副官打理紅山縣 不成功變成人, 你相信我 少爺, 我約了你專員 我們遲到了, 快點 姐姐, 下輩了 我想陪我爹一會兒 快點兒 爹 對不起 家印要離開你了 你真的要去歐洲嗎 難道我在這個地方 再沒甚麼值得你留戀嗎 不是沒有 而是...我沒資格這樣做 我記得你以前曾經說過的 人只可以活一次, 想做就應該去做 以前? 二祥太有志了 那你的雜誌寫吧 我會結束他, 下一期最後一期 家印, 你甚麼時候走 各位親愛的讀者 我很抱歉要告訴大家 今期會是本雜誌的最後一期 我實在很捨不得 和大家在一起這麼開心的日子 尤其...尤其是一個好朋友 他在我失落的時候幫助我, 鼓勵我 我在這裡要謝謝他 現在, 我要離開了 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生活 我要逃避 是, 我是逃避 因為我沒辦法不是這樣做 如果我留下和他在一起 就一定會傷害另外一個人 我不想這樣做 所以, 我唯有走 但是, 在我心目中 他是多麼重要 我一直不敢告訴他 所以只有寫雜誌那裡 一切都要由天去安排 看不看這篇文章 就要聽天由命 只要他肯來, 要我留下的話 我想, 我會回心轉意的 但是, 他會不會看到這篇文章 看了之後, 他又會不會來呢 阿Sir 風哥 怎麼樣, 收拾寶寶在行李了 是啊 阿楠呢 他出去買手信回牛皮村 阿楠, 你看看 我想你還是不要讓葉家欣這篇文章阿楠看 我意思是, 你知道... 阿楠 阿楠 怎麼這麼早上班 店舖剛剛開張, 生意一般, 所以早點回來 就慢慢來吧, 你這麼聰明, 一定行的 我先上樓 阿上, 你看我買了多少東西 這次牛皮村的鄉下仔肯定大開眼界就行了 有望遠鏡, 靈泰, 西洋橙 楊哥 什麼 幹甚麼 幹甚麼, 阿Sir 家欣 你怎麼走都不告訴我呢 家欣, 你怎麼走都不告訴我呢 我特地趕送你船 祝你一路順風 其實你們來, 我已經很開心了 我祝福你和阿Sir 再見 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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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 談出真心意事 愈你, 心中不再懷疑 談刺 唱出現頑皮 莫說 舉止思想太遲 為愛 根本不會猶豫